好,看一下啊,那么 OK啊,那么刚刚在这里呢,我们是给大家显示了一下我们这个登录页面啊,登录页面,那么登录页面这边呢,我们说我们用户名密码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使用这个Post的提交啊,Post的提交,那么在我们一点击提交的时候呢,他就会请求这个地址, 那么你输入的这两个参数呢,他也会被提交到这个地址,我们说在这个地址对应的视图环数里面,我们分析了一下他的这个过程,你就需要呢去获取提交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呢进行登录校验,再返回一个应答,那么至于你这个提交的用户名密码到底提交到哪里去了啊,我们就要给大家讲这个request对象的属性啊, 我们就要给大家说,你浏览器提交过来的一些信息呢,他就保存在这个request的对象里面啊,对象里面,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要给大家讲request对象两个属性,一个呢是叫做Post的啊,一个呢叫做request点, get啊,这里啊,那么这里啊的话,request点Post的这个属性里面,他呢保存的是啊,保存的是Post的提交参数啊,保存的是Post的提交的参数,那么这个get呢保存的是, get提交参数啊,是get的方式提交参数啊,get提交的参数,OK 好,那么,哎,我们这个表单它是Post的提交,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获取的时候呢,你就应该通过这个request点Post去获取用户提交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那么它俩到底是什么类型,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啊,要给大家看一下它什么类型,那么比如说我在这边呢,我去,我就在这边啊,直接我先去打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它类型啊, 我们就直接现在打一下print type,然后呢写上一个request点Post啊,哎,我们看一下它是什么类型,那么这一块的话,我就在这里面先写这么一句话啊, 然后后面呢,我们就简单先返回一个应答啊,returnitpResponse,直接写上一个OK吧,写上一个OK啊,我们主要是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类型,那么这个地址呢,我们要在这边做一个配置啊,直接加上一个URL,啊,上键功号叫login,check啊,到了,哎,对应的是我们的啊, views.login,check啊,这里面它就是用户登录教页,好,那么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呢,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看一下我们这个,现在是我们这个后台,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先访问这个登录页面,login,好,这个登录页面,然后呢,我们在这边输入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啊,输入用户名,然后呢,输入这个密码,哎,我一点击登录,哎,他是不是访问他的,对吧,访问他的时候,你注意啊,在这边现在给你出了一个, 一个错误啊,哎,禁止的错误,那么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啊,我们现在今天先给大家说怎么解决,等,后天啊,明天啊,明天啊,明天我们会给大家说,为什么会出这个错误啊,你出了这个错误之后,那么找到这个,settings,把这个,里面啊,第48行,第47行啊,把它注视掉,哎,把它注视掉啊,然后回过头来再去啊,刷新,哎,输入这个, 用户名,哎,输入这个,密码点击登录,OK,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访问了这个地址,对吧,我们这边显着OK啊,那么我们主要是看这个后台,它是什么类型啊,看到没有,将个啊,点add,哎,点request,它里面的类型呢,就是这个querydict,哎,OK啊, 这不是查询集啊,这是querydict,我们昨天讲的是queryset啊,queryset啊,那你注意啊,你要知道啊,这个request.post和request.get啊,它俩呢,都是querydict类型的对象啊,它俩都是query,哎,query啊,dict类型的对象,那么这个类型的对象呢,它跟我们的字典很相似啊,它可以呢,哎,根据一个键呢,去取出它里面的值, 那么它到底怎么用啊,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在这边呢,我们就是重新打开一个终端啊,我在这个项目终端里面给大家说一下它怎么用啊,进入这个交环境,welcomebj18psi,然后我们发生啊,managerpsi,好,进入它里面呢,我们呢,就把它导过来,你看到这个类呢,它就在这个,将个atbrequest里面啊,就from我们的jango.atbrequest啊,这个模块里面有一个类,哎,这个类呢,叫做querydict, 好,就是它啊,那么你要往它里面存数据怎么存,你比如说我要往它里面存一个a等于1,b等于2,c等于3,哎,你就这样存啊,直接是创建一个这个类的对象,叫做querydict,然后呢,我们括号,直接呢,里面写上啊,我要存一个a等于1,我就在这边写一个,哎,冒号,哎,引号啊,a等于1,按的b等于2,按的c等于3,好,哎, 接下它的值啊,q,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创建了这样一个对象啊,在这个对象里面,它就保存了三个数据,a等于1,b等于2,c等于3,那你如果要取这个a的值怎么取啊,直接呢,你就可以跟字典一样,直接q中括号,写上一个,哎,哎,他就会把它的值呢,给你返回,对吧,那你取b的话也是一样呢,直接写一个b,哎,他呢,就给你把它返回出来了啊,那么,这个里面呢,他还可以呢,哎,直接是q,有个get方法,直接是, get,哎,啊,get啊,也可以把a的值呢,给你返回,对吧,然后呢,q点get,哎,比如说取c,就q点getc,哎,他也可以把它返回啊,这是他里面怎么去取里面的某一个值,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我要取一个没有的,我直接qd,哎,使用中括号来取的话,哎,你一回这,他是不是给你报一个错误,对吧,哎,给你报一个keyerror啊,对吧,哎,没有对应的键啊,那你比如说我们要用这个get来取, 的话,你直接是q,点get,直接写上一个d,好,回事,哎,你看他有没有报错,没报错啊,那么,哎,他就,你要注意这个get跟中括号的一个区别,就是,你用中括号来根据一个件取值的时候,如果这个件不存在的话,哎,他呢,会给你抛一个,一成,哎,如果你要用get来取的话,如果这个件对应的没有值的话,他呢,给你直接返回一个no,啊,给你返回一个no,哎,他不报错啊, 那么,还有呢,这个get的话,你也可以给他设置一个默认值,哎,你比如说我qd,第二个参数呢,我给他传一个默认值,直接写上一个默认值,比如说我觉得default啊,default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d,他对应的有值的话,他会把这个值给你返回,如果他对应的没有值的话,他会把后面的默认值呢,给你返回啊,回上,哎,这是不是他,是吧,哎,这是他啊,OK啊, 这就是我们的querydict,哎,类型的一个对象啊,他怎么存值,怎么取值,然后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这个querydict,他虽然类似于字典,但是他跟字典有区别啊,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字典里面的一个件,哎,只能对应一个值,对吧,件是不是不能重复,对吧,在querydict里面啊,一个件呢,可以对应多个值,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再存,再来一个啊,qe等于, querydict,然后直接写上一个啊,存参数,存一个a等于,然后按的,再来一个a等于,2,按的这个a等于,3,比如我按的一个b等于4啊,OK,那么现在呢,这个qe这个里面,我们就存了a,是不是有对应的三个值,对吧,你要取他的话,你注意你怎么取啊,你这样直接是qe,哎,你看哦,qe,a的话,你看一下他直视级啊,是不是啊,qe点get, 写上一个,哎,哎,是不是,也是三个吧,那么你注意啊,你用这个中括号或者是get的时候啊,即使他有多个值,他只是把最后一个给你返回,那你如果要获取这个的多个值的话啊,这个querydict类型的实例对象里面有个方法,哎,这个方法呢,叫做啊,get list啊,直接是get list的这个方法,那么然后呢,给他写上一个对应的名字, 那么他就会把你这个名字对应的值呢,通过列表呢,把所有值给你返回,哎,你回这儿,看到没有,123,对吧,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querydict类型的对象啊,他怎么去使用,那么他呢,类似于字典,但是呢,他允许一个名字呢,对应多个值,你取这多个值的时候, 你需要通过这个对象的get list的方法啊,来获取,OK啊,这就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使用,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些之后,对吧,下面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post和get啊,他俩呢,都是querydict类型的一个实例对象,那有了他之后,我现在呢,要获取这个提交的用户名和密码,那么我们是post提交的啊, 你post提交的用户密码就保存在这个request点post这个对象里面,那你从他里面取怎么取,request啊,request点,post点,对吧,get,哎,然后呢,这个名字叫什么呢,你表单注意啊,你表单这个name叫什么,他就叫什么,那我就可以在这边,我要获取用户名,我就直接写上一个yota name啊,哎,他就会把这个yota name呢,给我返回,对吧,然后再往下呢,我们要获取这个password的, 我就request点post点,get直接写上一个password啊,然后呢,他就会把这个密码呢,给我返回啊,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打印一下这里啊,直接print有的name,然后我们加上一个冒号啊,加上这个password啊,那么你可以看一下,在这里面呢,我们回过头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哎,输入这个用户名,哎,输入这个密码,我点击这里面登录,哎,看一下后台, 好,看到这里面,看到没有,哎,是不是我们输入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对吧,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啊,好,你知道,把它获取完之后呢,下面我们就可以呢,进行这个登录的教验啊,就正常你实际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你的用户名和密码应该保存在哪里,是不是应该保存在数据库里面,对吧,哎,就是实际情况的话啊,如果是,哎,这个,哎,实际啊,哎, 实际开发的时候,实际开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拿到这个用户名和密码之后呢,你应该是根据用户名和密码啊,查找数据库,对吧,啊,查找数据库啊,看数据库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啊,那我们在这边呢,给大家做一个模拟啊,我们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模拟啊,就是假如说啊,我们这个正确的用户名呢,叫做smart, 然后这个密码呢,就到123,然后呢,我们就在这边做一个模拟的,哎,判断啊,直接,如果这个,用户名,它等一等于这个,什么啊,按照这个,password,它等一等于这个,123的话,哎,这个时候呢,就说明这个,用户名,密码,正确,对吧,哎,正确啊,那么否则,else,哎,这个时候呢,就说明这个,用户名,哎,或密码,错误,对吧,那么, 然后呢,有了它,我们这样碰到完之后,哎,用户名,密码,正确之后,我要干嘛,好,哎,经常我们发现啊,你正常登录一个网站之后啊,你登录完,你登录成功之后,哎,它会给你跳转到一个页面,对吧,哎,在这边呢,我们就让它跳转到这个,首页啊,就我们的index这个,页面,我们就让它,哎,跳转到啊,跳转到,哎,我们的,首页,好,哎,用户名,密码,错误呢, 是不是还是让,哎,再回,让它回到这个,登录页面,对吧,哎,还让它说啊,跳转到登录,页面啊,登录页面, OK,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直接啊,跳转按,直接就是return, redirect,对吧,哎,redirect这个函数呢,你要导过来,它就在这里面,哎,直接呢,写上一个redirect的, 好,直接啊,redirect的,哎,我们要跳转到首页啊,首页这个地址呢,就叫斜杠, index啊,那么登录页面呢,它就叫做return,直接写上redirect, 哎,写上我们的,斜杠,login啊,就登录页面对应的这个地址, 那么后面的这些呢,我们就不要了啊,哎,这就是我们这个过程啊, 其实呢,就是,哎,首先获取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啊,然后呢,获取完之后呢, 跟,根据它呢,进行一个判断的吧,啊,如果正确的话, 跳转它首页,如果呢,错误的话,哎,还是呢,让它跳转回登录页面, 让用户呢,继续输啊,继续输,OK,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然后呢,输入这个用户名,哎,smart,123,哎,这个用户名密码是对的, 我也点击登录,哎,是不是跳转到首页,对吧,然后呢, 我们当输一个错的啊,哎,输一个错的,点击登录,OK,哎, 这是不是又刷新了这个页面,对吧,哎,又回来了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模拟的过程啊,模拟的过程,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主要给大家说的啊,就是我们request对象的两个属性, 一个呢,是post,一个是get啊, 那么它俩呢,都是query,di,ct类型的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的话,哎,它呢,类似于字典, 但是呢,它允许一个名字呢,对应多个值啊, 我们表单post,这里的表单是post提交, 所以呢,你要获取这个参数,你要通过request.post来获取啊,来获取, OK啊,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给大家, 哎,简单的去做了这样一个例子啊,做了这样一个例子啊, 里面重点呢,哎,两个属性啊,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 看到啊,在我们这边啊,itprequest对象,哎, 它里面的一些属性,那么属性的话, 我们给大家讲的是这个get和post啊, 哎,这里面有介绍啊,都是query,di,ct,例型的对象,哎, get呢,是包含get的请求方式的所有参数,哎, post呢,包含post的请求方式的所有参数啊, 那么,然后呢,它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属性, 我们在这里面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首先,这个,meta的啊, 它呢,什么呢,它呢,是一个字符串, 表示你请求使用的是什么方式,哎,你是get, 常用的值呢,就是这个get和post啊,哎, 那么,你比如说啊,我们现在啊, 我去,我们现在,哎,一点击,点击这里面的登录, 哎,这个请求方式是什么方式, 我一点击登录啊,我说用名,我说这个密码, 我点击登录,哎,这个请求login check, 这个请求方式是什么方式,哎,post啊, 那么,你怎么,你如果你可以通过啊, 你可以通过我们所说的这个,哎,request.meta的啊, 去看一下,哎,它是不是这样请求方式啊, 那么通过这个呢,它就会给你返回一个字符串, 哎,如果是post,它就反问post, 如果是get,它就反回, get啊,哎,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在这边刷新,然后呢,输入这个用户名, 哎,输入这个密码,哎,点击这边登录, 那么你看后台,哎,看能看到一个post啊, 啊,没有,哎,这就是它的这个处心的作用啊, 你可以通过它,哎,获取这个请求方式是get或者是post啊, 好,OK,那么,然后我们要给大家再说一点的, 就是我们直接通过浏览器去, 直接通过浏览器去敲的这个地址, 它是什么请求方式,哎,它是get啊, 你注意啊,它是get啊,这个你也可以去,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直接通过浏览器去敲的这个地址, 它就是这个get请求方式啊, 刷新,哎,看一下后台,是不是get的, 对吧,好,这是这个request.method啊, 然后,再往下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个啊, 还有一个叫做pass,哎,这个呢, 是一个字符上表示你请求页面的一个路径, 哎,你请求的路径,UL地址是什么, 注意不包括这个域名和参数部分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这边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比如说我在这边,这个我就直接拿掉了啊, 我就直接在这边print, 我直接写上一个request.net, pass对吧,我们打印一下这个地址啊, 打印一下这个地址, 那么现在我访问这个首页的时候, 哎,我在这里面,我后面我可以通过问号加参数, 对吧,哎, A等1,按到A等2, 然后我现在我一敲回上, 好,你看一下我们的后台打出来的是谁啊, 点开之后,看是不是打出来他, 还没有,哎,这一部分你注意啊, 去除域名还有后面的这个参数这一部分啊, 这就request.pass它的一个值, 就代表你要访问的这个地址是什么啊, 地址是什么,我们刚给大家说, 哎,我们进行UL配,匹配的时候呢, 也是通过这一部分呢,进行一个匹配啊, 哎,这是他的request.pass这样一个属性啊, 这样一个属性,OK,哎, 那么,然后呢,这里面注意还有一个叫做encoder啊, 它呢也是一个自乎传, 它表示你提交数据的一个编码方式啊, 编码方式,哎,如果是now的话, 表示使用这个浏览器的默认识啊, 一般的是这个UTL8, 那么,这个呢,你做一个了解啊, 你做一个了解,我们基本不用它啊, 这里面只是给大家提一下啊, 那么我们用的是哪些呢, 首先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这个getPost啊, 然后呢,是这个meted和这个pass啊, 哎,这四个你要知道啊, 然后呢,我们再往下呢, 哎,incoding呢,你做一个了解啊, 再往下呢,这里面还有几个, 叫做files, cookies啊,和session, 那么这个files呢, 它呢,里面解释呢, 是包含上传的一个文件,对吧, 那么这个cookie和session呢, 哎,还有这个files啊, cookie和session呢,我们一会儿呢, 会给大家再说这两个属性,哎, 这个两个,你先知道一下啊, 这两个是我们request的实力对象的两个属性, 那么这个files呢, 是我们给大家讲到这个, 上传文件的时候,哎, 会回过头来再给大家说, 那么今天的话,你, 主要的啊,现在你需要去掌握住的, 一个是这两个, 另外呢,是这两个啊, 这两个,OK啊, 那么这是这一块, 给大家看,